接下來要說明如何製作眉毛的這個上下移動 那首先我們先將我環境裡面的所有的參考的模型叫回來 這個是Reference 那麼旁邊的這兩個是跟Blink有關的兩個模型 那我們向這個模型先移上來 那主要會先複製這個Reference Reference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做任何變形 跟我們模型裡面的最default的步驟是一樣的 所以在這裡我直接按著我們的shift的鍵 然後將這個新產生的模型做一個拷貝 然後我們叫做eyebrow好了 那就是眉毛的一個add-end 那我們將它移下來放在這個地方 那麼主要這個模型待會要控制的就是眼睛眉毛的部分 所以我們在這個模型的部分 eyebrow的部分我們先找到 我待會可能需要碰到的幾個點 用著我的Ctrl鍵 然後眉毛的部分應該是這幾個點比較有關 那我們可以打開我們的這個soft selection的部分 讓它能夠有一個適當的控制 避免我到時候好像去動到一些不必要的 就是動得太銳利了 所以在這裡我先暫時將它譬如說移動 像這樣子的一個感覺好了 那因為待會也還會再回過頭來再調整 那等一下我們再過來做一個細條 譬如說是這樣 那可能這兩個點 它需要有一點點往內擠壓這個感覺 然後甚至再往下一點 好我們暫時先擺在這裡 這個eyebrow的部分 然後點擊它回覆到最重要的這個主要人物 那回到它的morpers的部分 我們在這個empty上面就按右鍵 選擇這個eyebrow這個model進來 那麼因為我們已經是先在這個 GlobalParameter這邊做了 Use Limit的一個關掉的一個動作 所以它可以再負直、正直都可以動 那什麼意思呢 在這邊如果我讓它從正的方向移動的話 當然它會呈現我剛剛找的這個eyebrow的動作 那同樣的如果我讓它是在負的方向做移動的話 它會呈現一個好像倒八字眉的一個動作 那這個部分為了方便我待會回過頭來再調整 因為這邊可能轉的就不是那麼順 那我希望它調的更順一點的話 我們可以不放在這邊 因為現在沒有任何的keyframe在這 那我可以暫時做幾個keyframe給它 所以我們打開我的n 然後在第10格的地方 假設我們讓這個現成是到150 那我有一個生氣的表情在這裡 然後到第20的地方呢 我們讓它是一個 譬如說 負100 這個動作 或者我希望它負的更多 負150好的 好 那麼我就有兩組這樣的動作 那我不知道負的更高會不會ok喔 好 假設我們可以到負200 好 那麼現在我就有三個表情 一個正常 一個生氣 然後一個到這個八字眉 這個是生氣 這樣子的動作 然後正常 好 那麼透過這個部分呢 現在我們把keyframe設定再關掉 那回到我們的這個eyebrow的這個model裡面 針對它的點 我們開始再做微調 那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可以到第10格檢查 第10格的表情看起來好像是還ok 那如果我希望它更誇張一點的話 我們可以嘗試的把這兩個點 好 可能再往中間再做一個靠攏 或者是說這四個點 那我們可以選擇這一個 縮放 往中間縮 那看看它 好 為了我等一下調整起來更方便一點 我們可以將 這個頭的部分喔 要更靠緊一點 讓我比較好做這個觀察 好 好 然後回到它的point 選擇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比較特寫一點 好 在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再試著讓它 再生氣一點點 是不是 然後 好 假設就這樣子 好 那 這個點 是不是 加上這個點 生氣的話 可以往中間縮 那可以往中間一點 然後所以底下這個點應該也會不會改到 好 它有往中間稍微矜一點 好 那麼到八字眉的地方 我們再檢查看看 八字眉的地方 顯然這邊有一點皺褶 就是眉毛這個地方 我們就要來做一個微調 讓它做一個修復 那麼它是在這個方向皺褶 那麼它是在這個方向皺褶 我們可以檢查一下 這個部分一個附近看 先看這邊這個亮的這個點好了 在這裡有一個皺褶 所以顯然是這附近這點 並沒有跟上 所以我們回到點的部分來檢查一下 假設是這個點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是不是應該要往這個方向回來一點 好 然後這個點呢 是不是要 推出來一點 好 這邊看起來就比較順一點 然後底下這個點是要 好 那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比較順的 一個抬高的動作 另外這邊我們也要做一點修正 好 這邊的話呢 一樣是這幾個點的問題喔 首先我們這個點 這個比較關鍵 先把它放鬆一點 回來一點 然後可以讓它稍微高一點 底下的這個點 好 那要比較方便我們檢查 我們可以再選回這個model 然後先home一下它 按Z home一下它 這樣我們會比較好做選擇 好 這邊看到就是我的人頭 在做八字眉的時候 現在看起來是比較順一點的 那如果覺得這邊還有一個折痕的話 或者是我們先看一下它的動作 這是八字眉的時候 這是生氣的時候 這是正常的時候 生氣 生氣的部分我倒覺得 這邊可以再有一些皺褶出來 讓它靠攏一點 讓我們看看 這樣微調好不好 好 接著再做一些微調之後 我們大約可以得到 類似像這樣子的一個感覺喔 生氣的 然後一個温暖的表情